歡迎收看今天宅說客的主持人評語 像以往火紅的遊戲作品《拿來重製》 一定是現在非常常見的策略 過去優異的成績加上死忠的本資 可以說是口碑保證 透過全新的開發技術 更加襯托了遊戲的魅力 要說是新作也不為過呢 各位暗黑粉們別激動 因為暗黑2回來啦 經期暴雪都在全力衝刺 暗黑破壞神4 和手遊暗黑破壞神永生不朽的開發及宣傳 而不少粉絲對於手遊新作的評價相當兩極 但手遊化也讓更多玩家 見識到暗黑系列的魅力 等等老玩家們別走開 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暗黑2重製版暗黑破壞神2復活 確定正在開發當中囉 時隔20年 相信毀滅之王永遠是許多玩家心中的經典 根據萬媒報導 最初重製工作是由魔獸爭霸3 淬煉重生團隊負責 之後轉交給了暗黑4的團隊 現在確認的是 動視旗下Vicarious Visions 工作室也加入了開發行列 而淬煉重生負責團隊也以悄悄解散 轉到暴雪其他團隊 而此可見開發重心有慢慢的轉移到了 暗黑2重製版上 相信不久的將來 應該很快就可以看到暗黑破壞神2 復活的情報釋出啦 各位粉絲們期待這款神作嗎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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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